哇 可以可以 一整个包头 嗨 我是多多 现在是清早的下午2点半 今天要带你们来清早吃一家戳子肉 他们家都没有招牌 没有名字 没有环境 也没有食材 所以我要先去菜市场买点菜 哇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是啥 我要个一人份的 这个再来一点 一斤的吧 还有零星的集中 老板 你要下班了呀 下班了 就等我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辛苦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 要跟着我 我来 可以了 好嘞 锅子五花肉 锅子素鸡 为了吃这个五花肉 我要给自己配了生产和辣椒 老板再给我拿半渣啤酒吧 谢谢 半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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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口 里面有一个蒜饭 谢谢 谢谢 半渣啤酒 这是四场的 我请你们喝一杯啤酒 你看有一条肉好吃 洋葱多就甜甜的 22点半 终于吃上了 你们如果饭点来的话 一定要做好两个小时就要准备 这个远的是素鸡 一定要吃这个素鸡 外面费 好辣的 特别粗贵 多一个 转开房子 再来两个蒜 再来两个蒜 给你们看一个绝的 这边 还有一个戳子海鲜 里边有银子 大虾 还有一个完整的大巴掌 这个银子太肥了吧 海鲜一定要做麻辣味的 它麻辣会带着一点甜味 绝了这个银子这么肥的 你们有见过吗 今天这么多食材 我在旁边菜市场买的 花了120块钱左右 海鲜是88 太绝了 太绝了 你们俩说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买食材 因为老板家是 任何东西都没有的 我买了一整个抱头 这就是了 陈说中的抱头 终于在尽头实现了 嚼不动了 头也嚼不动了 只会用剪刀剪刀 摇不动 头也嚼不动了 只会用剪刀剪刀 老板 看我在吃 默默地给我递了一个剪刀 那我就把这个头给剪 这个头爆僵了 好残忍 吃了他的头 里面有一点粉粉的在里面 这个空位是最难咬的 我把这个酥鸡泡在海鲜的这个汤汁里面 让它吸味儿 海鲜的麻辣汤汁真的好绝 你们老师小海鲜都有吃过吧 就那种甜滋滋的 咋的太脆了 咋的太脆了 咋的豆腐都有气控了 嗯 吃了这个竹节虾 买海鲜呢 老板说竹节虾只在这几个季节有 嗯 蛮紧的耶 这个肉 突然想加一个青岛人 哈哈 我想加在青岛 我爱上了青岛 最后一个 来点硬核的 加一个这个 再来拌蒜 再加点洋葱 再来拌肉 嗯 那咖喱饭 有没有像 中北的大饭包 嗯 嗯 好啦 今天我们的青岛戳子肉 就吃到这边 喜欢我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见